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大家還記得之前我有參加過一個交換書籍的文字重生計畫嗎 對 沒錯 這個計畫呢 現在要重生了 所以呢 現在是應該叫做 重生的文字重生計畫這樣子吧 不對 我們這次的這個計畫叫做 文字重生計畫 密友 這樣 厲害厲害對不對 這次呢 主就演示了Neko 參加的人有我這個三朝元老 還有志祺七七 柴鼠兄弟 艾琳的日常 聽書 Book Listen 還有圖傑 欸 都是平常會分享書的頻道喔 這次我們還加入了讓觀眾一起參與的環節 之前呢 我有在粉絲團請大家填一個問卷啦 你想到這一名YouTuber 第一個瞬間 會聯想到怎樣的電影 或是書籍 或是任何名詞都好啦 那這次呢 我收到這個信封裡面 就是要我寄書給他 這個人 他提示呢 有 護電俠 國家為什麼會成功 真確 向高強說故 偷書賊 四騎士主宰的未來這本書 還有 小熊維尼 你知道原本看到前面幾個提示 我還覺得有點疑惑想說這到底是誰 但是當我看到小熊維尼的時候 馬上知道我抽到這個是誰了 沒錯 答案就是我們的 那大家知道志祺的頻道呢 主要都是做一些有關時事評論的議題嘛 那剛好呢 最近有個議題非常熱門就是 中國科學家賀建奎 就是那個充滿爭議性的基因編輯音樂的實驗 所以我就送給他之前我曾經介紹過的這一本 這本書呢 是我覺得講基因轉制技術講的還蠻全面的一本書 那希望志祺你收到之後呢 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多了解這個議題 也許你可以在頻道裡面做的這個影片也不一定啦 那至於是誰要送我書呢 抽到我的人是艾琳喔 然後呢 他送了我這種非常有趣的書 《行南時尚解剖復健》喔 為什麼會想送我這本書呢 好 我們來看看他的卡片怎麼說的喔 第二百科全書大大 你的標籤實在太明顯 加上地址就是台中 一整個非常好彩 對 我在台中 呃 讀片天下書 感覺我不管送什麼都有點緊上天花 其實不會啦 余生我覺得台語文你平常絕對不會買 但是又可能有點需要的書 這個畫的這個助記非常奇怪 呃 黑書白書能幫到我的書就是好書 對 這點是沒錯啦 這本書呢 用做學問的態度 教我們如何穿著帥 俗稱整容式穿搭 OK 對長長品感覺來買衣服的強調 不是宅男來說 實在太適合不過了 這個還特地用這個不同顏色的筆是不是 呃 先建立好基本觀念 再分門別列對每項單品 我居然會唸出單品這個詞 真的是非常的時尚的感覺 那我收到書之後呢 其實我也大致有看了一下啦 因為書其實本身就還蠻薄的 然後都是圖片這樣子 它其實還蠻有意思的喔 就是呢 這本書提出 第一個觀念就是所謂的 I A Y O 這四種不同的穿搭方式 這I A Y O呢 其實是依照衣服的分量感來做區分的啦 I呢就是你全身都穿比較偏窄版的衣服 看起來就是跟I的形狀一樣 那A呢就是上窄下寬 比較適合夏天上衣單薄時候的穿法 Y呢就是上寬下窄 O就是屬於其他種穿搭的這種輪廓 屬於高階技巧這個初學者 不牽涉輕易嘗試啦 另外呢書中還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均衡度的問題 也就是正式感跟休閒感的衣物 在我們身上應該有一個7比3大致的比例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圓襯一點 他說是因為呢亞洲人的身材 比較不像是黑人白人那樣子身材高大 那很多人都嚮往那種 比如說美式穿搭的風格 比如說穿個格紋的襯衫啊 加個牛仔褲什麼的 這種衣服啊外國人穿就會有一種簡單俐落的感覺 但是亞洲人穿就會有一種幼稚感出現 很像是小孩子應該要學大人穿著的這種感覺 所以說如果要穿比較休閒 就是像這種風格的衣服的話呢 也要記得用比較正式的元素來做搭配喔 比如說你們就說外面如果要穿正式的西裝外套的話呢 裡面就可以穿比較休閒一點的白色原理的T恤 那如果是要穿休閒的連帽外套 裡面就要搭一些正式的 比如說白色的襯衫等等 還有像是下半身的部分 它裡面就說到很多初學者都容易 著重在上半身穿搭 因為照件子的時候主要都是照上半身嘛 那就忽略了下半身也是很重要的 它裡面就建議我們挑選深色 然後比較貼身的褲子 這樣是比較萬用的啊 而鞋子呢如果你想要找一雙百搭的 那記得找那種版型稍微接近皮鞋 鞋頭不能夠太圓潤 這樣會有一些比較休閒感出現 然後呢也不要選厚底的鞋子 也不要太多的奇怪花紋出現啦 那這幾個基本的原則把握住的話 就能夠簡單的穿出時尚的感覺啦 當然這個它有強調都是給初學者的建議 各種款式的衣服都能夠有辦法把它穿得很好看 當然沒錯 但是如果是像我一樣的時尚絕緣體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本書裡面所教的一些穿法啦 好啦 感謝艾琳送的這一本非常實用的書 那我抽到要送的人呢是志祺希希喔 想看她收到那本書的反應跟新的的話 不要忘了到她的頻道 還有所有其他交換書的人的頻道去看看囉 連結都在下面啦 好啦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訂閱 鈴鐺 還有螢幕上的觀看都別忘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掰掰